好刚看完了黄马对曼城的比赛 曼城在客场没有打出太高的姿态 只有在前场的15分钟 打得比较高猛一点 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被黄马压制着 就如果赛前所说的双方 既然是在同等级的教练 那么就双方肯定会在一些策略上 会有所侧重 比如说黄马这里就明显的 像我在赛前出的影片那样子说的 这个身体语言肯定是对抗的比较严重 而且裁判似乎有一点点在身体语言对抗当中 有一点倾向黄马这一边 那么其实裁判整场比赛算是比较公平的 也没有说特别的照顾主场 没有给到主场有一个类似手球的一个机会 没有给到黄马点球 也因为黄马的越位呢 马上吹越位的这个位置 说明这个公平性是够的 那么整场比赛哈兰德消失了 哈兰德被盯得死死了 然后通过德布朗内一脚远射当平了比分 这个还有起到观战作用的金多安呢 是被严重照顾的 无论是被撞到有点小脑震荡还是被长倒 还有格拉利时都是被重点照顾着的 只有德布朗内有两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一脚被扑出一脚扑不到 就这样子来颁平了比分 所以曼城在这场比赛并没有说占到太大便宜 因为黄加马德里的这个身体对抗真的是够的 进攻能力 那下一场回到曼城主场的话 到时候我们再分析啊 另外的情况 因为在中间夹了一个对艾佛顿的比赛曼城呢 黄马可以 可以放掉了 什么比赛都不管 应该我没查 应该没有比赛 有比赛他也会不会管的 因为没有必要去争了 所以黄马就只剩下这个欧贯了吗 而曼城不一样 曼城三线作战过率比较多 也就造就了 在这一场不敢使命去拼身体 因为如果身体出问题 主种杯跟英超啊都很难 那下一场 就客场挑战艾佛顿 这个有好戏看了 现在艾佛顿的是5比0 5比1战胜了布莱顿啊 所以下一场对曼城啊 曼城小心一点啊 重头在这里 OK那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天的国米 对AC米兰的比赛 主场的AC米兰迎战国米啊 其实两个队的主场是一样的 所以不分主客场 但是主客场的区分在于这个球票啊 就人员数上也颜色吧 球衣颜色这里啊 那这场比赛怎么看呢 现在的AC米兰跟国际米兰跟以前 我们看的不一样了 最近国际米兰 AC米兰进球特别多 特别是国际米兰 进球数特别多 把整个的位置拉高上去 使我们有时候想要下手小球呢 也有所顾虑吧 比如说国际米兰打了一个 5比0还是6比0啊 还有AC米兰啊 进两三个球也是特别厉害 所以这场怎么看呢 应该还是有人就去小球了 但是会有人因为之前表现所担心 那我的看点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AC米兰国际米兰都很缺钱 肯定是会配合菠菜的 配合菠菜的话怎么打呢 肯定是打平的 肯定是0比0或者是1比1啊 要么就1比0 0比1 比如说假如说啊 不管是1比0还是2比0 假如说第一场谁赢了啊 那第二场回到下一个回合的话 就对方赢啊 双方呢就占平了 结果去到加十三 那么这最最最好的是怎么样呢 最好就是两场0比0 这样子菠菜的利益最大啊 才可以分给他多一点那个money 所以 有可能两场0比0 或者说一场0比0 一场1比1啊 然后到了 就是加十赛再分胜负 再是赛分不了就点球呗 反正大家都这么熟了 你出现跟我出现 拼个你死我啊 我活的话也不太好啊 反正都是兄弟 这就是我的看点 所以这场的预测啊 就是1比0 0比0跟0比1 好吧 谢谢大家